來到第十三題 那 Part A 就叫你 Proof Congren 和 Similar 了 那 看看為甚麼 Congren 先 拿回顏色 打開給大家看一看 那 現在有兩個 Triangle BCE CB 和 CDF 那 它一開始就說了 有兩個 Angle 是一樣的 CEB 和 DFC 那 另一方面就是 90 度 最後就是 BC 等於 CD 所以 它是一個 AAS 的情況 那就 Proof 到 Congren 了 那 這裡也寫出來 Cat A 1 就是 CEB 等於 DFC 這個幾分 然後呢 BC 等於 CD Property of Square 然後 Angle EBC 等於 Angle FCD 等於 90 度 Property of Square 那 所以呢 兩個 Triangle 呢 就會 Congren 了 A A S 好 再看啦 Simular 了 接著看 Simular 就是 藍色這個 第一個 還有一個 GCF 的 細細細的 這個 黃色的 好 為什麼Simular 呢 第一就是 你有 Common Angle 第二就是 這兩隻 Angle 已經給了你一樣 那 兩隻 Angle 一樣呢 就是 兩隻 Angle 一樣 那 剩下那隻就一樣 那 就是說 其實這隻是 90 度 來的 好 那 我就寫回來了 A 2 Angle C E B 就會是 等於 Angle C F G 這個是 排目比的嘛 接著呢 有隻 Common Angle 就是 Angle B C E 等於 Angle G C F 那 剩下那隻都一樣 就是 剩下那隻就是 Angle C G F 就會等於 Angle C B E 就是 Angle Sum of Triangle 所以兩個 Triangle 呢 就會是 Simular 了 好 那 再看呢 就是 Part B 了 Part B 現在呢 就說 A Dot 是 K C F 就是 0.75 K 它就要你 去比較 G F 和 A E 的 就是要計這兩條邊 那 我把 有的東西都寫一寫 OK 那 這個 0.75 K 那 即是呢 這條就是 0.25 K 好了 那 還有些什麼 C F 還有些什麼 跟著就 好 那 接著呢 它是會 加上 Concurrent 因為 C F 是會等於 E B 的嘛 那 即是這條0.75 K 這條也是0.75 K 那 現在就可以用回 我們用一個 同樣 Triangle 的 Vaisal 就是 G F 除 0.75 K OK 就是 G F 除 B E 其實 如果我寫多一部 G F 除 B E 就會等於 C F 除 C E 的 是吧 就會等於 C F 除 C E 的 C F 呢 就是 0.75 K 那 至於 C E 呢 就要用 Perfectulous 計的 好 那 那 C 度是這樣 你就會計到 G F 啦 那 A E 都容易計 A E 就是 K 減 0.75 K 就是 A E 0.25 K A E 就 2.25 K 那你就要比較這兩個數字 好 那就 我們寫出來 PART B 那我們 我們把有的東西寫一寫 就是 首先呢 就會是 A B 等於 B C 等於 C D 等於 D A 等於 K 0.75 K 這個就是 Correspondent Size 這個就是 Correspondent Size 所以 A E 等於 B F 就會等於 K 減 0.75 K 就等於 0.25 K C D A E 等於 C E 等於 K 然後呢 就會用 Parfigurus 計一計 C E C E 等於 C E 等於 C E 等於 就是 0.75 square 加 1 square 開方就是 1.25k 的 CE 接著用 similar triangle 的比數就是 GF 除 0.75k 就會等於 0.75k 除 1.25k Respondent Size, Similar Triangles 0.75 x 0.75 除 1.25k 所以 GF 就是 0.45k 那 GF 跟 AE 哪個大一點呢? 就很明顯 所以 GF 就會大於 AE 的 一個 0.45k 一個 0.25k 所以就是 Agree A 把 M2放在網上 0.31k 把 M2放在網上 0.32k 半分 0.15k 0.35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